灰省政府提出議案 強制商戶按稅前價格計算小費 陳永報導 灰省這項議案的目的 是解決過度給予小費的問題 幫省民節省支出 議案內容是強制商戶以稅前價 而不是稅後價計算小費 議案是基於目前民眾 在小費問題上承受壓力 真實付出的小費 往往比心甘情願比較多 至於議案未有禁止不提供服務的餅店或咖啡店 要求顧客選擇是否給小費 當局則表示 是否給小費應該由消費者決定 政府無需禁止商戶提出選擇 同一議案又制定超市必須標示貨品是否要徵稅 減價貨或會員優惠品 旁邊也需要標示證價